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权、有贵人 甲晨龙年帝之属土 为四库土之一 在此财库年的加持下 土壤这种厚重 它是稳定的力量加倍放大 可助长很多人一整年的富贵宏运 这一年对于不同的生肖来说 运势也会有所不同 有些生肖会遇到极星高照 有些生肖则要小心凶星入侵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2024年哪些生肖是最不能惹的 它们不仅有才、有权 还有贵人相助 让它们在这一年里 风生水起、一帆风顺 生肖猴 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可要高兴了 2024年是你们的大运之年 财运旺盛 事业有成 名声雀起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们的智商高 想法多 常常会有着异于常人的一些思维 你们善于创新 敢于冒险 不怕困难 勇于挑战 在2024年里 你们会遇到太阳星和天喜星的双重加持 太阳星是代表权威和地位的极星 它能让你们在工作或者事业上 得到领导或者上司的赏识和信任 从而获得晋升或者加薪的机会 天喜星则是代表喜事和财富的极星 它能让你们在生活中 遇到各种吉祥和美好的事情 比如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等 同时 它也能让你们在金钱方面收获巨大 不管是从商还是从政都能够财路大开 金钱收益翻倍 当然 你们也要注意一些小心眼的人 或者小人的阻挠和嫉妒 因为你们在2024年里 太过风光和出色了 一定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注意和敌意 所以你们要多加小心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也不要随便泄露自己的隐私和计划 同时 你们也要保持低调和谦虚的态度 不要太过张扬和自满 以免招惹是非和口舌之争 总之 属猴的朋友们 在2024年里 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因为你们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和创造力 还有着急性的庇护和贵人的相助 只要你们努力奋斗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生肖龙 属龙的朋友们 在2024年里虽然有太岁不利 但在贵人的扶持下 你们仍能运势旺盛 事业顺利 名利双收 这一切还要归功于你们的气宇轩昂 气势非凡 常常会给人一种王者之风的感觉 你们有着强烈的自信和自尊心 不愿意屈服于任何人 也不会放弃任何机会 在2024年里 你们会遇到左腹星和右臂星的双重加持 左腹星和右臂星是代表贵人和助力的吉星 他们能让你们在遇到困难或者危机的时候 得到有力的帮助和支持 从而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这些贵人可能是你们的亲朋好友 也可能是你们的领导或者合作伙伴 甚至可能是你们不经意间结识的陌生人 总之 他们都会在你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给你们带来好运和好消息 除了贵人相助 你们在2024年里 还会有立官尽贵的机缘 这意味着 你们在工作或者事业上 会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的空间 不管是求财还是求官 都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 你们会得到上级或者权威人士的赏识和重用 从而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利 同时 你们也会得到同事或者下属的尊敬和信赖 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 当然 你们也要注意一些健康和感情方面的问题 因为你们在2024年里太过忙碌和劳累了 一定会对你们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一定的损伤 所以你们要多注意休息和调养 不要过度劳累和压力过大 同时 你们也要多关心和陪伴自己的家人和爱人 不要因为工作或者事业而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和需求 否则 你们可能会遭到他们的抱怨和不满 甚至可能会导致感情危机或者家庭矛盾 总之 属龙的朋友们 在2024年里 你们可以大展宏图 一展雄风 因为你们有着无可匹敌的气势和魄力 还有着吉星的庇佑和贵人的相助 只要你们稳扎稳打 就一定能够功成名就 风光无限 生肖虎 属虎的朋友们 在2024年里 你们也是运势亨通 财运亨通 幸运连连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们的勇敢果断 敢作敢为 常常会给人一种英雄豪杰的感觉 你们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不怕牺牲自己 也不会退缩必让 在2024年里 你们会遇到金鱼珠子和喜星的双重加持 金鱼珠子是代表富贵荣华和高官显觉的吉星 它能让你们在生活中享受到各种奢华和尊贵的待遇 比如买房 买车 旅游 购物等等 同时 它也能让你们在工作或者事业上 获得很大的成就和荣誉 比如升职 加薪 获奖 出名等等 喜星则是代表喜庆和吉祥的吉星 喜星能让你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喜庆和吉祥的事情 比如结婚 生子 庆生 聚会等等 同时 它也能让你们在金钱方面收获满满 不管是投资还是创业都能够得到意外的收益和回报 当然 你们也要注意一些小人和破财的问题 因为你们在2024年里太过幸运和成功了 一定会引起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或者小人的妒忌和破坏 所以你们要多加防范 不要轻信别人的花言巧语 也不要随意借钱或者赌博 同时 你们也要保持节俭和理智的态度 不要太过奢侈和浪费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 总之 属虎的朋友们 在2024年里 你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自己的幸运和成功 因为你们有着无可挑剔的勇气和行动力 还有着急性的陪伴和福气的笼罩 只要你们谨慎行事 就一定能够奇迹上的胜利 财路滔滔 生肖狗 属狗的朋友们 在2024年里 你们也是运势平稳 财运平稳 人员平稳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你们的交际能力好 适应能力强 常常会给人一种忠诚可靠的感觉 你们有着强烈的道德感和良心 不会欺骗别人 也不会背叛朋友 在2024年里 你们会遇到喜鹊星和财神星的双重加持 喜鹊星是代表喜气和好运的吉星 它能让你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开心和快乐的事情 比如交到新朋友 收到礼物 得到赞美等等 同时 它也能让你们在感情方面有所进展和突破 比如恋爱 结婚 生子等等 财神星则是代表财富和收入的吉星 财神星能让你们在金钱方面有所增长和稳定 不管是工资 还是奖金 都能够按时到账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收入 或者意外的财运 你们不需要担心财务方面的问题 只要合理安排和使用 就能够过上富足和舒适的生活 当然 你们也要注意一些健康和感情方面的问题 因为你们在2024年里太过平淡和安逸了 一定会对你们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一定的压抑和郁闷 所以你们要多注意锻炼和放松 不要过度沉闷和消极 同时 你们也要多尝试和改变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习惯和方式 不要太过固执和保守 以免造成自己的停滞和退步 总之 属狗的朋友们 在2024年里 你们可以安心地享受自己的平稳和安逸 因为你们有着无可挑剔的交际能力和适应能力 还有着吉星的照耀和财神的送财 只要你们积极进取 就一定能够事业有所上升 财富滚滚而来 生肖蛇 鼠蛇的朋友们 在2024年里你们也是运势飙涨 财运飙涨 人气飙涨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们的富有灵气 注重情义 常常会给人一种神秘魅力的感觉 你们有着强烈的直觉和洞察力 不会被表象所迷惑 也不会被利益所诱惑 在2024年里 你们会遇到天德星和月德星的双重加持 天德星和月德星是代表天赐福分和人缘好运的吉星 它们能让你们在生活中得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好事和好运 比如遇到贵人 得到机会 解决困难等等 同时 它们也能让你们在人际关系方面有所改善和提升 比如结交朋友 增进感情 化解冲突等等 除了天德星和月德星的帮助 你们在2024年里还会有转横财行大运 一夜暴富的机会 这意味着你们在金钱方面会有很大的突破和进步 不管是投资还是创业 都能够获得超乎寻常的收益和回报 你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或者某个地点 遇到一个让你们一夜之间发家致富的机遇或者人物 当然 这也需要你们有着敏锐的眼光和果断的行动 当然 你们也要注意一些小人和诽谤的问题 因为你们在2024年里太过幸运和出色了 一定会引起一些心胸狭窄的人或者小人的嫉恨和诋毁 所以你们要多加小心 不要轻易泄露自己的秘密和计划 也不要随意接受别人的邀请或者礼物 同时 你们也要保持谨慎和冷静的态度 不要太过骄傲和自信 以免招惹是非和麻烦 总之 鼠蛇的朋友们 在2024年里 你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自己的运势和财运 因为你们有着无可比拟的灵气和魅力 还有着急性的赐福和横财的降临 只要你们小心谨慎 就一定能够运势飙涨 一夜报复 以上就是2024年最不能惹的五大生效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还有着急性的照顾和贵人的帮助 让他们在这一年里成为了人生赢家 那么 你是不是也想知道 自己在2024年的运势如何呢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生效运势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和评论我们的视频 我们会在下一期 为你带来更多精彩和实用的信息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